各位企业爹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相机长期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旁街头遗难杂症 此局一开去看旁边 红方这一边仅有一炮伤兵来围剿 里边是一个当相手家 而黑方这里却有一炮双足作杀 一上手看起面非常明显 黑方只要进里炮一将 红方当相也没用 就可以利用炮足来构成杀棋 所以开局对红方来讲十分不利 那在谨慎炮伤兵的局面下 此局红方能否仿败为胜呢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首先一上手第一步棋 非常关键 红方现在又来不及退炮回防 只能迟忘兵来发挥了 现在红方唯一的这手 只能用兵抗室送兵一将 看黑方主要应对 黑方这里有下降或上将吃兵这两步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黑方下老将的一个变化 如果下降 红方他吃的时候就可以趁此机会 退离炮来防守 一旦这么走 黑方这边炮足就没有任何威胁 你就算平足吃炮也没用呀 这时候一方进离炮也吐了无功 只能是白送炮而已 所以一方只能平将战中 像借将助攻平底足吃炮将来为假 那红方这时候可能不乐意 直接平高兵挡住黑方的将面 一旦黑方没有借将助攻的机会 就没有呢 照杀的可能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拱高兵 又可以呢 利用伤兵来维剿 可以说是一族防战 黑方一个炮 根本是守不住的 现在呢 尽管可以平足吃红炮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一平算吃足 仍然可以告诚无忧 面对红方伤兵的维剿 黑方呢 仅是一个当炮 也只能等着败 所以呢 此局相当一开局 红方这一边呢 平兵抗士之后 黑方是不能下降的 只能上将吃兵 那这么走 红方呢 又该何去何从呢 现在呢 红方第二步棋 还是照样 选择一个 退炮来防守吗 使之不然 这一边红方呢 要勇于拱高兵 来牵制围剿 先一方有下降 或平降 两种手段 如果一方下老将 就输得非常快 一红方呢 借帅助攻 拱兵将 兵借帅威 比一方下老将之后 就可以形成 恶鬼派门的一个杀棋 黑方呢 必败无疑 所以呢 此局呢 当红方拱高兵 为较之后 黑方呢 只能平降开来 那这时候红方 又该何去何从呢 现在红方即便 又无法推炮为防 当时呢 到底应该是拱兵将 还是平兵将 成为此局取胜 的一个关键点 红方呢 要保留这个高兵 不能把兵拱下去 先平兵一将 来牵制 利用黑方 无法平降到 六路的这个弱点 红方有借帅助攻的机会 把老将呢 勾到四路之后 巧妙呢 用炮掏底一将 来破黑方里面的竹 这一步棋呢 走下来需要勇气 因为下一方 就可以下降吃兵了 那双方这么一队 红方只有炮兵 对战黑方炮竹 在正常局面下来讲 双方铁定就是一盘和棋 当此局关键最大于 红方多了一个边向 如果没有这个边向的话 红方此局 也是应不了的 那这时候一方呢 又开始应对 先一方炮第一竹 肯定是无杀 这时候呢 要么直接退地炮 来做红方中的兵 或者呢 浸泡一将两种手段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方 退地炮 做红兵的一个变化 一旦这么走 红方那这手 果断 先平兵一将 把老正呢 引出来 用兵呢 抢张一条内道再说 下一步起呢 通过非中向之后 平中炮一将 又可以杀齐 那一方这手 肯定不乐意 直接呢 架中炮 静观其变 当你架中炮 红方这手 又该何去而从 一旦黑方架中炮的时候 红方这手 完全可以置置不理 先飞个向就行了 静观其变 如果一方这手 中炮按兵不动 防止红方如果中向 平中炮叫杀 而是平足的话 那红方呢 就巧妙上了帅 你在这平足家 我还是上帅 现在底足呢 就没有形成签证的机会了 而这时候一方呢 尽管可以继续平足走先骑 但红方这手 就可以巧妙抬炮 如果一方这个炮 一直按兵不动 照样平足走先的话 我以平炮走先骑 你会发现 你现在在这平足 也徒劳无功 因为我一下帅 就可以用炮吃底足了 把一方的足拱逼下来之后 照样呢 可以通过摔根炮的联动 来制服黑方底边的足 黑方足一丢 仅是一个单炮 可能要败 所以呢 此局呢 到了这个旁边 黑方一平足 红方平炮开来之后 既然黑方呢 不肯平足开来 防止红方下刷来抓住 那这时候呢 只能动炮走先骑了 但一方一平炮一当平炮 红方呢 就落中向 下一步骑呢 平炮一将 直接杀骑 那一方呢 别无选择 只能赶紧抬高炮再说 随时呢 挡住红方的刷面 但一旦这么走 以为是一晚 红方平炮一将 黑方呢 就得平老将 紧接着呢 平兵 抢杖勒道 用帅呢 把黑方的炮给双连住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先一方下将走先骑 那红方呢 就拱兵 直接呢 把老将困住再说 你先炮就不能离开 这条内线了 现在呢 主要不肯离开 防止红方平炮过来 抓黑炮 只能动炮走先骑 那红方呢 就退一步炮 你先呢 只能继续动炮摩旗旁 红方呢 就可以平炮 来做黑方的炮面 那一旦这么走 黑方现呢 会发现 这样不能动 你浸泡吃炮又不行 被摔所摔裂 你平足过来呢 红方就下摔吃足 你平足到边路 我一浸泡吃炮 那黑方的炮一丢 制服黑方底足 可以说是一组防长 黑方呢 只能等着败 那么这也是 黑方这边直接选择一个 退底炮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回到一开局的旁边 不选择呢 退底炮来防守 而是呢 直接进炮一将怎么样 那红方呢 又该何去何从 红方呢 就抬一步炮 看黑方走位 黑方这手呢 暂时退炮 想利用炮足来牵制 但红方呢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先屏蔽一将 BA方呢 屏将战中 但是下一步 其黑方又接将助攻的杀起 贫竹江拱竹江 红方要败 所以红方这手呢 再次选择一个 退炮的走法 那一番炮江 红方呢 就进炮 你再次呢 抬炮上来 又要呢 利用炮足来围剿 红方呢 就再次退炮 黑方呢 就没有刚才那一套了 因为黑方是一较江 一较杀 可你得考虑变招 那这个竹呢 又不肯离开 东老将也好异 所以呢 只能抬个高炮上来 静观其变 但你不管这个炮 弄到哪里都好 红方都是拱兵 黑一帮现在呢 继续呢 叫炮江 我就抬炮 你估计从事 我就退炮 你还是呢 得动炮足先骑呀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手 就巧妙 选择一个 平炮战中了 下一步骑呢 通过呢 飞向之后 又可以呢 利用炮江来杀骑 那一帮这手呢 就十分无奈 下一帮呢 浸泡一将 红方呢 就紧抬一步炮 你再次退炮 我又退一步炮 一来二去 黑一帮呢 又只能变招 因为这里是 一叫江一叫杀 红方这手呢 一旦通过利用这个 顿挫关系 就可以逼着一帮的炮走位 那不管现在黑帮这个炮 腾挪到哪里都好 红方呢 又该何取而从 红方现在呢 好像也没啥威胁呀 你这时候呢 现在就考虑 腾挪下来的位置了 下一步骑呢 飞中下来一将 就可以呢 构成杀骑 那一旦这么走 黑帮肯定不乐意 现在黑帮迫不得已 只能呢 直接平炮过来 守住内线了 因为呢 又不能平中炮防守 对吧 打一旦这么走 红方照样利用刚才那一套 一飞向 叫着炮江 边一番呢 平降到内线之后 又可以平兵 牵制着黑帮呢 炮美的发挥了 而下一番这手呢 又会做应对 黑帮这里呢 就浸泡来走贤骑 红方呢 你会发现 感觉红方这个帅 抬不上来呀 这样的话 我不就无法制服 黑帮里边这个足了吗 而且呢 也无法抓黑帮的炮 对吧 好像黑帮一直 动炮走贤骑 红方呢 压根就没有杀骑 当红方这手呢 巧妙倒腾炮的位置 逼着一番走位 黑帮呢 又不肯平足 防止红方上脑涮 所以呢 只能动炮走贤骑 当你一动炮 红方就可以飞向了 好像飞向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实之不然 主要是呢 给红方的炮当炮价用 那一番这里呢 继续动炮 来走贤骑 不肯平足 防止红方上脑涮 那红方呢 就把炮抬上来 现在一番这手呢 尽管可以用炮 来狼住红炮 但红方呢 有平炮等招可走 黑帮呢 这手会发现 你又不能平足 红方可以上帅 来照将叫杀 所以迫不得已 只能动炮走贤骑了 红方呢 就平炮抓足 把A方的足 引离开来之后 巧妙呢 选择上了帅 你现在又不能平足将 你只能动炮走贤骑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也无记忆事 红方呢 就把帅倒腾上来 待会把炮照一圈过来 仍然可以杀骑 而A方呢 迫不得已 还是只能动炮走贤 红方呢 完全可以自自不理 只要选择平炮就行了 你一平足过来 我就直接退炮 现在呢 你会发现 你这个足呢 又无法牵制住炮的发挥 这是红方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平炮来吃一炮 你这个炮又无从开溜 足呢 也没有师长的异地 现在呢 在当前局面下 黑一半呢 一下降也吐了乌宫 红方呢 就直接拱底兵 你再次平足也好 动炮走贤也罢 我都是平炮来抓黑饭的炮 要是这么一走 黑饭呢 就直接上了架 现在呢 不管是动足也好 动炮也行 红方呢 都是吃掉黑饭的炮面 黑炮一丢 必罢为宜 那这一盘棋局 虽然说是一盘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炮兵的一个巧妙利用 非常关键 喜欢的旗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不接不上